2022年2月23日,向导集体,进入新的更高层次,传导Carolino She-Anon Iron,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亲爱的一门,一如既往的,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时间与你们交谈。 我们的作者来到了大海,请求我们协助解决目前在这么多人的能量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们可能会将地震体验等同于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从通常的媒体渠道传给你们的所有非常密集和负面的消息。 我们鼓励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这些消息。 你们当然可以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但不会被那些话语和那些能量所笼罩。 然而,许多人正在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等等。 他们说,嗯,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一切都很困难。 亲爱的,我们会说,这只是一个变革的时刻。 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开始恐慌并感到不安。 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为此烦恼。 因为这不会为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社区和整个世界带来你们想要的积极成果。 这会让你们有一种感觉,我们好像被遗弃了。 那些银河家族的成员在哪里呢? 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些可爱的高等存有在哪里呢? 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从未如此接近。 随着你们的祈祷、声明和肯定,以及你们日益增长的振动水平, 你们只是更加邀请我们站出来,成为你们作为个体的体验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心灵和精神上越来越美地通过心灵感应连接, 与你们的地球和彼此美丽的连接。 我们不能希望现在有一个更美丽的个人集体来祝福地球。 所以你们真的进来锚定了光。 你们真的来这里是为了祝福和唤醒群众的,并在地球前进时协助地球。 然而,你们有这种看似灾难的场景,我们会同意你们的看法。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你们独自面对这一切, 没有你们自己的灵魂力量,没有你们的灵魂家族、新国的力量、天使、扬声大师, 所有致力于协助在这个时候和一般情况下为人类展开的神圣之路的神和女神。 当然,如果你们一个人,我们会说,是的,这有点粗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不是吗? 尽你们所能,尽量不要太沮丧。 但相反,我们是在说,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时刻。 你们所有人都在被转化,被改变,换句话说,被彻底改造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而所有你们发现困难的东西现在都被转化了。 你们会从你们的地球声势、今生和所有其他声势体验中汲取美。 你们现在才需要吸取宇宙的力量、智慧和自知。 作为人类形态的造物主,你们之所是的内在认识。 所以当你们看着这片可爱的海洋时,让我们做一点能量工作。 当你们看到鸟经过,看到海浪过来时,提出你们现在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你们看着无穷无尽的风饶。 这是一波接一波的海浪,类似于神圣之光的风配波涛倾泻在地球上。 首先,对你们来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把它向前推进,在你们的心中说出它,让它出现。 不要否认,如果你们对此感到害怕,那也没关系,让那些感觉浮现。 没关系,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压力和担心, 大多数人会在疾病或其他形式的黑暗干预下消失。 有些人只是担心基于这些攻击的外部环境。 我们理解,完全理解,我们明白,我们完全按照你们所说的进行。 我们希望你们将自己想象成美丽的火焰。 它可能是圣哲曼的紫罗兰火焰。 它强大地改变了它所触及的一切,以及那火焰中的一切。 它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金白色火焰,用预警化和清理。 无论你们被吸引到什么都很好,现在就让自己变成那样。 无论你们是用心理、情绪的形象或感觉来做。 如果想想成像对你们来说很困难的话,仅仅保持意图也是可以的。 我就是那转化的火焰,我就是那把它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净化成纯金的火焰,进入纯粹的生命之光。 从那道光中,我们将回馈给你们你们提供给世界的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你们只有更高领域的光。 亲爱的,你们拿着太阳之光,你们正在转化那些特殊的太阳药斑,这些药斑改变了维度现实并引入了新的更高形式的意识,使世界形式不由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如果你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里面的东西依赖黑暗才能存在,你们失去了很多的光,拉开窗帘,拉开窗帘,让大量的光倾泻而入,那只能存在在在黑暗中的事物必须离开,否则它们就会消失。 它必须被回收成别的东西,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一切。 你们是倾注进来的光,你们已经注定了要这样做,在这个时候,地球将被改变,我们现在正在与你们所有人合作。 来吧,提出你们自己生活中一些你们不太相信的方面,那些你们感觉太难了,太奇怪了,太笨拙了,或者让你们有点迷惑,有点困惑的方面。 再一次,同样的过程,将它放入圣哲曼的蜕变紫罗兰火焰中,或者钻石白光,或者金光神光都可以。 我们正在帮助你们所有人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领域,一个需要帮助的领域,一个有点特殊的领域。 它不知何故失去了神的青睐,把它这个角度移到光中,在那里所有关于它的判断都停止了,所有的悲伤或失落,愤怒或怨恨的感觉都消失了,所有这些都消失了。 你们可能想紧紧握住你们的手,好像你们正在抓住这个问题,然后张开你们的手,放开你们对它的判断。 那么现在就放下你们对世界的所有判断,因为无论一切看起来多么有害,奇怪,不可预测和潜在的可怕。 我们向你们保证,光已经到来,它只会变得更强大。 亲爱的姨们,欢迎你们回到银河社会,你们所有人,还有你们的星球。 这道门正在打开,这个门户正在打开,现在就走过去,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你们无权进入的陌生领域,因为这个跨维度的现实,这个更高维度的现实就是我们的家,掌权者和控制者呢。 它们被移除了,包括那些在监视和许多其他生命中困扰你们的东西。 因此,我们祝福并感谢你们所有人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的完美存在。 我们感谢你们的美丽,你们的内在力量,你们的观点,你们的喜悦,以及你们对人类和地球的伟大爱。 这也是为你们的银河系而来的。我们多次将其反馈给你们。 亲爱的姨们,Amazed。